方大同!变发图强威眷刘海带绅士味造型让歌迷称赞动灵男神。 金曲歌王方大同!2018开春,最新单曲《白色情人节前期》上下,由方大同作曲,与老搭档崔薇凯共同作词的正统方式情歌,以日常生活的恋人叙语,甚至带点宅味的歌词传达出平平淡淡的爱。 其实就是幸福,搭配浓厚R和B曲风,除了让大家感受到方式情歌魅力,歌词更协微透露出具写作的方大同的感情观,就如同歌词所写的,连起来的两颗心,Stronger Than We, Fine, Never Get Disconnected,希望另一半和自己彼此理解能够沟通,对于感情则是抱持随缘。 值得一提的是,方大同这次除了及格传情献给天下所有有情人外,更在搬去封面费心思,把充满浓情蜜的粉红色作为底色,并印上典雅细致的凸板印刷。 TR-10 Reasons 缩写,让整体视觉犹如情人节巧克力般浪漫可口。 极具巧思的设计,仿佛如方大同献给歌迷的白色情人礼物。 金曲歌王方大同竟是魔术爱好者,在单曲MV中首次效路伸手施展Magic,让大家惊讶神乎奇迹之余,也让歌迷见识到金曲歌王多才多艺的一面。 这次在MV中,为了传达情投意合,默契十足的爱情有如感受神奇魔力般的怦然心动,除了在拍摄上以巧妙的上下颠倒及倾斜效果的视觉效果传达出随心又舒服的爱恋感觉外, 导演特别让方大同秀了一首简单有趣的魔术,配合整体视觉光影,就如同感受歌曲的Magic般奇妙。 有趣的是,能够让金曲歌王首次小事伸手在荧光幕前变魔术,归功于导演没脚本的拍摄方式。 而且导演一喊开麦拉后,方大同信手拈来,没彩排也没NG完全水到渠成,让人惊讶他变魔术的功力一流。 方大同笑说,就在编拍的过程中我突然灵感一来,就请工作人员身边道具找来玩一下,就是很急性的反应。 也许我是在MV中角色是情歌歌者,想替大家传达这个美好浪漫的气氛,就像这首歌所传达的概念一样,而这次导演处理灯光的方式。 我也十分喜欢觉得蛮好玩的。 方大同透露当初接触魔术是在自己15岁左右,因为当时很流行,于是买书回来自学,除了觉得好玩把它当作是兴趣,也消遣时间。 方大同说,入行前有空就会玩一下魔术,不过真的很久没玩了。 学魔术就是一个兴趣,不是说很厉害专业,好玩而已。 说到魔术特技,方大同除了乒乓球,他透露硬币或扑克牌也是用同样的原理,而自己也喜欢看紧距离魔术表演来观摩学习。 至于问首次在荧光幕前变魔术的方大同,有无机会让歌迷在公开的表演唱合一度为快他变魔术的英姿。 他笑说,这次MV变魔术真的是抱住随心好玩的心情去做的,不是跟导演套好或说好要在MV中表现,不过演唱会上应该不会把魔术特别搬上舞台,因为是个好玩的东西,和表演的部分不太相关。 看来要一堵金去歌王方大同变魔术的风采,只能透过这次新歌的MV去欣赏。 这次2018开春新单曲MV中,除了能看到方大同变魔术,把头发刘海弄微卷带牙皮绅士味的新发型,让变发图强的方大同看来更显年轻帅气。 值得一提的是,换了新发型的方大同在社群网站上一曝光,让粉丝纷纷称赞很帅之余,皮肤超好的他还让歌迷留言说根本一天,跟十年前出道时的样貌一模一样,直呼他是动灵男神。 方大同不好意思的笑说,要感谢妈妈生的好,基本上应该是一船,本身比较年轻脸。 而2018开春新细项的方大同,今年工作几化除了忙自己品牌赴音乐的事情外,新单曲及EP也将会陆续问世,演唱会也正入手规划中。 方大同表示,因为开了自己的公司,时间真的更少了,所以日后的音乐作品主要会以善许及EP方式发行,请歌迷期待。